来看到呢就是今天三大报的头条新闻讲到的呢 都是这个江炳坤请辞海基会董事长的事情 在三岁的江城会员满落幕了 不过海基会董事长去传出请辞 而江炳坤从大陆返台之后 星期一已经向马总统正式提出了辞呈 江炳坤说我已经尽力了 但不如人意决定要功成身退 那么去年江炳坤家人在大陆经商遭到质疑 江炳坤也被以涉介入台糖总经理人事案 都让他心灰意冷 因为海基会董事长一直牵立法动全身 攸关的是两岸的关系 马总统相当的倚重他 目前正在极力的尾流